翠花从牛棚回来时,天色已晚,儿子小双和女儿也刚从学校回来,全家人都还没有吃饭,平时他们的学校没有午餐,直到现在,孩子们还饿着肚子,翠花连忙开始生活准备煮饭,捡来的干柴,横七竖八地塞进炉灶里,先点上一块塑料袋引火,再轻轻地对着火焰吹气。 随着阵阵清烟过后,火便燃烧了起来,这种烧柴火的炉灶并不好点火,我记得小时候,有一次邦家里生活,费半天尽也点不着,即使点着了也很难烧网,勤快的二女儿抱来昨天的剩饭锅,准备给锅中加满清水,奈何水桶里的水比较满,翠花连忙提醒千万不要弄倒,弄到水桶撒得满地都是, 一家人晚上将无处可睡,灌满水的饭锅,架在炉火上准备煮饭。 今天翠花脾气有点大,心情不大好,主要是因为在牛棚和天莱闹得不愉快。 3月9号本是翠花的生日,本来天莱答应会给她送个生日礼物,并和她一起回家做点好吃的庆祝,但是天莱完全没记得这回事。 一早出去放牛,直到翠花离开也没见到人影,所以这会儿心里有些憋屈,翠花也并没有奢求天莱能给她什么生日礼物,只是想要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,能被天莱记挂着惦记着,说明她在天莱心目中的重要性。 然而现在看来,一切都是一场空,天莱显然早已将这件事抛制于脑后,望到了九霄云外,其实山里人基本不过生日,因为他们孩子众多,家务繁忙,平日里根本无暇顾及这些细节,现在受外界影响,他们的一些习俗也正在逐渐改变,不知道是福还是祸,请继续观看,翠花又开始撸草。 趁着锅里煮面团的功夫,翠花拿了个平底锅来到屋外墙角处,此处的小白菜生长旺盛,在春季来临之际,涨时尤为喜人,翠花弯下身子,借助摄制组的灯光开始撸草,别人家都是撸猫撸狗,翠花却天天撸菜撸草撸牛粪,墙角的这些野菜也纯属无心茶柳,当时有网友送给他们一些青菜种子, 翠花懒得刻意播种,便随手撒在了房前屋后,想不到却能给它带来源源不断的收获,摘来的青菜直接倒到水龙头下,用水稍加冲洗。 其实当地没有工业设施,空气质量比较好,青菜上也格外干净,几乎没有灰尘,平时根本不需要清洗,今天却破天荒洗得格外仔细,仿佛要将怒气全都发泄在这一盆青菜上。 青菜洗好后,翠花端着回到屋里,儿子小双此时已经十分疲惫,躺在地上的凉席上呼呼大睡起来,二女儿则趴在一旁,借助昏暗的灯光写着作业。 不得不说,翠花的二女儿将来肯定有出息,不但勤劳还特别爱学习,而且有自制力,学习时全神贯注能够格阻一切的干扰。 想不到翠花这样看起来鲁莽的女人,居然也能有这么优秀的孩子,在牛棚四处透气,山岗上也风呼啸,翠花一天到晚被吹得灰头土脸。 汗水流过后,脸上更是一道白一道黑,用镰刀将青菜切碎后,翠花又找来两个小南瓜,南瓜无需去皮,抱在怀里用镰刀切成厚厚的薄片。 南瓜配青菜是翠花一家人的主要蔬菜,他们的南瓜看起来很嫩,甚至都不需要去皮,直接连皮带肉一起切碎即可食用。 蔬菜切好后,从炉火上端下煮好的玉米面团,架上炒锅准备炒菜,请继续观看。 翠花家一天到晚不是吃草就是吃南瓜。 青菜和南瓜用镰刀切好后,炉火上架上铁锅,小心谨慎地倒入一丢丢食用油。 撒上一把小茴香和咖喱粉爆出香味,这也是当地人做饭用到的所有调料。 做任何菜和食物,方法都一般无二。 切好的南瓜倒进锅中煸炒。 在油脂和咖喱粉的作用下,南瓜变成了金黄的颜色,看起来倒也颇有食欲。 随后倒入切好的青菜使劲按压。 这个炒锅显然有些太小,几乎无法盛下所有蔬菜。 翠花家还有一只崭新的炒锅,只是他平时不舍得使用。 这个锅虽然早已没有锅把,但是锅底完好并不影响使用。 用勺子小心地将蔬菜翻炒几下,撒入几粒粗盐,倒入一点清水。 盖上盖子炖煮上五六七八十来分钟,直到南瓜蔬菜变得软烂如泥。 翠花的孩子们身上的衣服沾满厚厚的污垢,但是他对此视若无睹。 不知道是早已稀以为常,还是实在为世间清洗。 今年牛棚扩容后,事物确实繁多,他一天到晚忙得焦头烂额。 饭菜做好后,翠花和孩子们席地而坐,准备吃饭。 在平底盘子上产上一块面团,配上两勺南瓜清水煮菜叶。 一家人今天依然没有洗手,直接用躯黑的双手揉捏着盘中的食物。 大口大口吃了起来,上次学来的饭前洗手的好习惯。 在翠花家里只保持了一天,第二天便一如往常,用沾满灰尘的双手揉捏食物。 食物看起来非常简单并不美味,却是一家人最放松最惬意的时刻。 他们暂时忘却一切烦恼,专心地享受着眼前的食物。 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,对于饮食方面都没有追求,也不太讲究。 所谓的吃饭只是为了延续生命,仅此而已。 相比之下,我们每日有丰盛的菜肴。 同样的蔬菜还可以变换出千奇百怪的吃法。 灵巧的双手和千年传承的烹饪智慧,让我们可以制作出多种多样的各色美食。 这是何其幸福的事情。 感谢观看,谢谢关注,下期更精彩。